巨型祭壇修建好了 講台也修建好了 那在這個地方更正一個錯誤 上一篇沒有講好 這個儀式點 你可以把它設在這個房間內 這樣的話這個房間的名稱 會變成寺廟 這樣才對 要使用開始傳教這個功能 你必須先設一個小人為講師才可以 點擊社交 這邊有一個分配職位 你要先分配一個小人為講師才可以 來看一下這邊的人力 就是這邊的功能 那這個社交要越高越好 它影響到成功率 這邊有一個那個符號 就是講師的符號 點擊巨型祭壇 點擊開始傳教 那這邊有三個參數 影響到成功率 參與人數 房間印象 社交影響力 房間印象還可以再加一點 大型雕像 安裝 點擊開始傳教 它的範圍是蠻大的 點擊開始傳教 房間印象 變到120 有效55% 精湛18% 點擊開始 那這邊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你點擊 講師 再點擊社交 你可以看到它談話的內容 這是RUNEWORD 蠻有趣的地方 就是有效傳教成功了 那會影響到什麼呢 心情值加3 這邊有寫 持續6天 2加3 心情值 有的人沒有成功 有的人成功 接下來要跟大家說明 開始領袖演講 這個功能 有三個地方 可以用 請大家看一下專注目標 神社 儀式點 桌子 那你要先安排 一個小人 有領袖的 那個職位才可以 你要點擊分派 分配職位 讓這個小人 當領袖 那一樣 社交要越高越好 成功率會比較高 點擊 劇情祭壇 點擊 開始領袖演講 那這邊一樣有三個參數 影響到 成功率 振奮能心是59% 激情澎湃 20% 點擊 開始 你可以點到 領袖 點擊 社交 你可以看 他到底在講什麼 這是RUNEWORD有趣的地方 這個是成功的 有的人成功 有的人失敗 就是用來加 就是用來加 心情值 這兩個的作用就是用來加 心情值 那 冷卻的時間 滿久的 20天 所以說你是要交叉使用 這邊有寫 20天的冷卻時間 好 那這段的說明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耐心收看 此段教學 快點擊 今天